今天為大家介紹的話 就是Konago在2018年的時候發表的一款全新的車款V2R V2R這個車款呢 有別於Concept的空氣力學車的設計 它則是專注於爬坡推出的車款 可以看到今年在力管這邊的部分 它是採用了一個V2R專用的力管的設計 整體看起來的話來得更簡潔 另外在頭管的部分跟下管的部分也有做改良 這邊可以看到的話 就是在導流的部分 它來得更有空氣力學的效果 夾氣的部分的話 今年的話是使用了後上插的直鎖式夾氣 在BB的部分的話 一樣是使用了Konago一貫採用的壓入式BB 另外在座管束的部分 對比之前的V1R款式 那V2R則採用的是內牽式的一個座管束的設計 這邊可以看到在新的座管的部分 V2R一樣是使用了V2R專用的座管 在座管束環的部分的話 就是來得更簡潔有力 另外V2R在材質的部分 使用了新的更好的攤纖布 所以在重量上的話 會比之前的V1R款式來得更輕更強壯 最後在塗裝的部分 V2R一樣是沿用了之前 Concept的黑金色的雕花設計 所以在塗裝上面的話 也可以有更多樣化的選擇